另外还有一些细节 在迈阿密的国际出场费 一千万美金 据说他签名活动 他也没有去 这个事情不只是伤害了 大陆网民的心 据说像大陆环球时报写了一篇 认为梅西事件 可能有一些涉外的势力 干嘛呢 要让香港难堪 还有的说封杀梅西 因为之前是一些民众的一些反应 现在是整个官媒出手了 整个封杀彻底涼了 所以是为了敲打阿根廷 事情往上上钢 那两个是吗 我觉得社外势力也是梅西 自己想要去连结 他知道做哪些事 他会得到掌声 那是哪些人会给他掌声 他自己很清楚 因为事实上他在香港那一天 他不是 他验身体他不是真的受伤 他是说他不舒服 不舒服是一种主观的感觉 那这个一般签这个足球合约 那个合约是写得非常清楚的 你有没有受伤 如果你没有受伤 你一定要下场30分钟以上 这是合约的规定嘛 那结果你不舒服 你就不下场 而且连颁奖下去走动都不愿意 那这个当然惹毛了很多人 可是他到日本就神奇的伤就好了这样 然后还下场30分钟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强烈对比 就是我认为因为他 他事实上现在碰到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因为那个迈阿密 那个球队 基本上帮他办这个活动的事实上是 他上面是贝克汉 而且在大陆在那个时候 这个事件刚爆发的时候 西罗还特别来跟大陆拜年 那贝克汉也知道这里出了事 所以他自己也来跟中国拜年 可是现在就变成 被看完必须要做一个决定 就你要不要把梅西给拿掉 不然可能你这个球队 以后中国大陆所有相关的领域你都没了 这个不只是主赛 这不是只有梅西的问题 是你的球队 事实上他那个球队并不强 那个中国大陆 香港 请这个球队来做表演赛 他连这个资格积分都没有 完全就是因为梅西 所以你去想一想 就是说 他未来可能会碰到一些压力 就是他所属的那一个单位 他未来跟中国大陆所有的商业利益 可能都没了 那出赛可能也就都没了 那这个时候贝克汉就要做决定了 你要不要对梅西做处理 因为足球明星又不是只有你一个 虽然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 我们对梅西印象都蛮不错的 对啊是啊 说他是爱家好男人啊 对不对 那对他的老婆忠心耿耿啊 虽然也有一些意外了 可是到目前为止 好像都没有大坏事 可是做这个行为真的 真的太伤人了了 所以你看连李家超都要跳出来 李家超跳出来 我觉得已经是不得了的事了 那这个情绪还继续散开啊 结果现在散到了央视 对 这是真的官方定调出色了 而且大陆足协也表态了 对 不只是央视哦 大陆足协 对 所以我认为已经到了 已经到了官方定调的层次 所以我认为未来会非常的麻烦啊 那纯粹就商业利益来讲 就变成贝克安如何来处理这个危机 除了商业利益之外 会有一种国际间要看香港 看大陆笑话的气氛吗 这个当然有啦 事实上香港目前就是在这个 因为你知道大陆股市跟香港一直被做空嘛 那尤其是香港股市啦 因为那个牵扯到英美资本的撤离嘛 香港股市已经跌了一半以上嘛 那现在 现在那个金融时报又开始炒另外一个新的议题啊 就是香港不是要通过那个国安那个23条吗 那他们就开始讨论 这个会不会影响到香港这个资本市场的 我们讲的这个情报收集的红线啊 因为很多国企中制投的公司是在香港上市的 那他们现在当然都把这个事情扩大了 说这个国安法如果定了之后 那到时候这个要到香港做金融的生意啊 金融的操作收集资讯都会不自觉的踩到红线 就会有风险啊 现在舆论正在做这个题目 所以梅西刚好是赶上了这个风口了 就说你去看英文的媒体现在都在做空香港 那就是在讲说他这个国安法就要把它转成香港的基本法 要入法了 那入法之后这个风险会提高多少 现在英文媒体一面倒都在讲这个事 那这个如果加上梅西这个事件 那当然就这更增加了就是对香港对大陆的 我们讲这个英美系统的嫌恶感 我觉得它是增加了这种这种感觉 所以我是觉得中国大陆应该是看到最近 英美媒体在操作这个入基本法这个国安的部分 他认为这两个事情会连在一起 对所以环球时报写了一大篇嘛 认为是涉外势力 目前在整个在介入整个事情的发展 这当然是 可是是他的选择啊 对 我不相信说有某一个什么涉外系统 来跟梅西说你可以这样干 对可是他这样做以后 是你自己的选择吧 对他就不自觉的要卷到这里面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对啊而且我是觉得有点故意 有点故意的 因为做到这个程度真的非常罕见 你至少也要出来一下吧 连这个都没有 在网上本来有一篇他的道歉信 大家还信以为真点进去看你知道吗 当写的情真意且 大家才知道怎么可能 像AI无所不能的道歉信 写的真的就是大陆民众想听到的话 如果他真的是这样写了 应该大家会原谅他吧 我觉得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啊 不是让有人远从新疆飞来看球赛 这种人非常多 他辜负了人家的对他的尊重 说实在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有额外的折扣 我们在这些赤匙里面有点好